台湾小王子曾宇谦 柴可夫斯基大赛赌赢 从小提琴家樊格洛夫手上接过证书 再由小提琴家阿卡多带上奖牌 台湾小提琴家曾宇谦 昨天凌晨一点半 获得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银牌 是台湾人在该比赛历来最好的成绩 一路过关斩将 20岁的曾宇谦是进入决赛最年薪的选手 今年决赛调整为一次演奏两首协奏曲 对技术和体力都是考验 除了大会指定了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 曾宇谦选了西北流式的小提琴协奏曲 我觉得他的西北流式就是说 奥巴黎跟整个技术的控制 但是曾宇谦的小提琴之路 却不如想象般顺遂 要买一把全琴 要不少钱 第一岁去比赛国际赛的时候 老师就带宇谦去奇美借琴 这个时候开始都用奇美的琴 如果在整个过程里面 没有适当的人出来帮忙的时候 这条路可能就走不下去了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搞不清楚 他有没有这个能力 有一些热心的人愿意推荐 宇谦也有能力帮忙的人 由于没有小提琴参赛者 获得多数评审票 本届五人获得金牌 曾宇谦原本预计明年五月 从美国寇迪斯音乐院毕业 打算再攻读研究所 但得奖后演出邀约大增 将会和经纪公司讨论发展 就像像打球一样 你要参加各种比赛去 那才会自误到你 动新闻 台湾之光 报道 向苹果爆料最有利 照片一千元 影片两千元 奖金送给你 我再捐款 每周点阅数最高前三名 就送你iPhone6手机 人人都是记者 爆料一举数得 爆料请打电话或APP电邮 等各种方式